台北车站 风湿来无望 落单的温然 在黑白的天马奔向 风又唱 就算海角天涯 没有你在身旁 就像一场流浪 三社桃仔老师 青睐的美声组合 陪10号24号带着新专机 来台湾跟粉丝见面啦 小世界严正兰也特地献身 外媒和声真的都要听哭了 没心也没个人 一人哪一把牙石去求着人 默契配合百分百 原来是排练过程 有人身陷恋爱泡泡中 在小师姐来之前呢 我们排练就是特别的 规规矩矩暗孤就班 但是小师姐来了以后 菲菲的眼睛就变亮了 而且呢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就是手舞足蹈 小师姐就是一直从头跳到尾 非常非常嗨 结果就是我们整个排练的气氛 都非常嗨 情绪都是用于小师姐的到来 隐燃了 菲菲内心躁动弯的心 菲菲要把自反一下 昨天小师姐嫁到之后 好像真的是我觉得蛮开心的 突然之间好像 她就像是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内心的那一个 严重 你说得很夸张 就是反正就特别开心啦 这次高高的告白 小编听完星帮害羞 不过身陷两位才子型男的魅力中 到底谁才是正男的菜呢 我一直都很喜欢才华型的男生 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完美的 搭配了我喜欢的理想型 就是 才华型加上床巴美男 这样子 可是要三 就是这样就觉得 欸 都很棒 3 什麼先不好說 但這名品美聲太犯規啦 一年之間別我忘記 沛牌娛樂台灣報導